由華直說一分鐘,2019年反修例風波 揭示堅守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雲雲學子被部分黃絲分圖下造出影響自己一生, 更影響國家安全的愚蠢行為。 要預防外部勢力入侵,教育醫道們必須牢牢守住, 才能培育出身一代對國家有歸屬感,令一國兩制幸運致遠。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 就在搞硝專業一環落墨當中擴展基本法測試要求, 以及推出專業操守使印等等。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講話之中, 表示堅持與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 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在堅持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增加了完善兩個字。 要做到深刻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 需要從根本開始教育。 教育局雖然從入職、操守和培訓等多方面加強教師管理, 但亦需要留意以下數點。 第一,基本法測試要求外, 教育局應該向全港幼稚園、小學、中學教師發放有關基本法、 香港國安法的資訊, 並邀請相關專家到國校進行講座, 與教師面對面討論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等國家知識。 第二,在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推出之前, 對於今個學期的違規情況應該怎樣處理和懲罰, 教育局都應該作出釐清。 而在這一段時間, 除了渡後向教師解釋有關指引, 也應該派完渡校抽檢教師在國情課堂上教授得是否恰當, 並提出意見改善。 第三,除了親身交流外, 教育局也應該為本港學校和內地學校進行配對, 定期進行線上交流, 令到教師更加能夠了解國情, 對內地的教學方式也有所了解。 對於國民教育的議題, 李家超強調主流價值觀應該是弘讓愛國愛港, 擁護一國兩制。 在完善一國兩制的進程之中, 教育局必須制定與時俱進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 以及因時制意檢討國民教育課程, 令到學生學習到當代的國家發展, 才能讓社會共同構建具正面而且宏大的價值觀。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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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